修佛 小成佛法是基础 大成佛法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说自度度人 把自己度好了 才能去度别人 所以我们有的佛友出去度人的时候 跟人家没讲了几句 人家讲的比他还会讲 他最后听人家讲了 最后人家说你来度我呀 还是我度你呀 什么都讲不出来 心灵法门是什么 他说心灵法门是小房子 开什么玩笑 台上跟你们讲到这里 全部都是佛理佛法呀 小房子是让你们还债的一个基础 一个物质的东西 真正的是靠你们的心 来改变人间的一切罪障和罪恶呀 台长告诉你们 去帮助别人 这个就是佛法的次第 因为帮助别人 你必须按照这个次第来做 首先先帮助你自己吧 你今天要去教育别人 先看看你像不像一个菩萨吧 你自己都做的不像菩萨 你怎么能成菩萨呀 想一想 坚持修心 所以才叫圆满次第 自修成功 度人一定会成功 胸中要有佛 思维要有道 你的言之才会有理呀 讲道理讲得出来的人 胸中都有佛法的 如果一个人不懂佛法 犹如失去了一个本性良心的人 他只能在人间随波驻流 所得人间的一切均为 水中捞月呀 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我们有时候眼睛看见的并不是真实的 有一个孩子 大概十七八岁了 他一看见水中有一定精子了 在水中 他不知道 他就在水里面怎么会有精子的 他蹦跳到水里去想去捞 好了 你们知道的效果 他爸爸就告诉他孩子啊 这个精子是在树上 它是一个倒影啊 我们人也是这样 我们眼睛看见的东西并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虚幻假的 当你去争名的时候 实际上你失去了名了 你这个人从来没做过会长的时候 你一直受人尊敬 但是你做了会长了 你争了这个名了 等到你被人家挤下去了 你那个时候失去了这个名 是不是你要名就失去名了 你拼命的要钱的时候 大家都不理睬你 知道你要钱不要脸的人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失去了钱 因为没有人员就没有财员 没有财员就很难团圆了 所以台长要你们懂得 这一切就是在逆境当中 考验你们的心态 学会驾驭自己的心态的能力和经验 就是我们学佛人最初的基础 台长跟你们讲 学佛要成菩萨 心中要有大目标 消夜受果也敢挑 学佛没有大目标 忧愁烦恼压弯了你的腰 人吃亏不算亏啊 失掉人生才是大亏 人吃点苦不算苦 进了地狱 那才争叫苦啊 记住 能让你们慈悲 能教你们学佛的人 就是圣人 能教你们记仇的人 他就是凡人 能教你报仇的人 这个人就是恶人 所以你们天天在度人 你们就是慈悲的圣人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